不遇了 人不多 我这波是一个分彩 谁说星星放倒了 forever 这一波防区还剩最后一个 高的 v 要守门 但是队友还没有赶过来制约 一二级开车了 小鹿也上车了 残了两个 再来多雷 看侧面 他的位出来了 打了一个出其不易 放倒了一个大 侧面的小北反应很快啊 拿出来打掉了 但现在还剩小鹿一个 小鹿开车溜了 哦 加油站是没有人的 看小鹿的终点是哪里 来加油站了 知道刚才小鹿注意方吧 显然没有这个信息 信息丢了小鹿来加油站 小九不知道 而且他其实并不在圈里 即使他知道4M人并不多 只有一个人在 现在小鹿这次把握住机会 打了个移动把 把柏梁给冲了下来 没想到啊 这一部FTY遭大伤 因为其实4M这个信 他们是已知的 喂 他又想了是明明局 4M还剩一个小鹿 而且刚才那辆车 就是往这边来开的 小鹿怎么一个人进了加油站呢 不过人头是被换神给拿下了啊 要往厕所平台去冲吗 DSS刚才在的呀 这不里有塞的吗 哎呦三个人同时拉出来接住了两个人全部被打了下来 本来DSS这位置挺自闭的结果 外面扔一个手雷手雷位置还可以啊弹开过来了 正好一把手雷扔在了CMP的脸上 其他的队友呢 这个位置侧锁就得抢顶 远点的枪线是完全的覆盖的 哎给了哥哥的压力 但是这一侧刚好想用这个车的位置一行换位您的一个定点 队友拉过来啊直接一逼杂的一波移动吧 找机会了但是这个人头好像是 911给拿下的 下车直接把黑猪反一秒后面东东比萨打掉 远点先还有一个架枪的 这两支队伍其实打的挺怪的这一波 就YLG他是一个一个来的然后 强行驱矣 继承了这个阿同木的意志强行驱矣 七颗子的 哇这今天了还行能搞定换 哇这也太凶了 这两个队伍在打回合制吗 但感觉收益很差说实在 衝出来的话 YLG他可能也会到没小跑 DX再次来了 再上个图房 DSS和CTG这边先进方倒了一个 两方EV的互换DS的人更多啊 两个人同时冲进过来 肯定也倒了 所以这其他人呢 在房区里面卡着 由于有人倒地的一个情况 也无法及时赶来支援 Mountain King要找机会先把 队友直接开车压制的过来 从这个大固件有危险 不过好在CT人在房区里面 人并不多 CTG也是分彩被撞了呀 两边都是人很少 被虫子撞起来 Mountain King 侧面已经被看到了 萨萨打了一丝 近点交流反应是不是很快 CTG的分彩 出事了 天路残属掉了北部分彩的人 是 另外一侧也是我们的左侧的一个位置 这一侧是一个大强的侧 KRGFTY天霸 包括204全在这一带区域 开不了他们 Pero Pero旁边有个小路 小路跟Pero离得非常近 利用大哥的一个位置找机会 但是他不是利用 他是找机会 买一波屁股 把这个明显连打带补了 Pero没有想到 他自己以为自己是左侧的最后一队啊 没有想到独狼带手 这把手蕾没有扔过来 小路要还一颗手蕾 两方投掷物的互换 这一颗好像有了 正好小路是一个残血 小人带走了小路 不然怎么说 还以为他要利用Pero的一个 竞圈的一个角度 找机会从后面蹭进来 就没有想到出手了 主要是太平了 没有什么掩体 不然跟着大哥往前走 还是能玩的 这边又有独狼 又遭遇到独狼了 这个南边一个北边一个 完蛋了 这个心情也是完全不知道的 小走在跳 而且拿的是脸 来了来了来了出色了 马云喽 先打一个 但幸好这边小丁的反应很快 这个能拉 还好补枪快 真的这恐怖游戏 爱比抽8204到狂轰乱炸直接飞 哦但是失误了 这边把自己的兜容给撞了 失误了就失误了 既然已经做好了 哎呦来不及了 这边先起烟 但是焦阳 他们已经把车线拉开了 特意拉开 龙叔手将统统给连打逮捕 那这边手雷他容易吃了 就这个车和这个 位置是不断把手雷能折回来呢 天路一旦起了侧面烟 2014就必须跑 你撞倒了队友 你也只能跑 这个平台是接不了人的 直接裂了 感觉这一波就有点慌了之后 没有反应过来 因为当时在动车 应该是想想走了 那没有想到 撞了队友之后 第一时间想说 那不然先驾驶 我就扶起来 先起烟再说 就感觉有点太荒问了打呢 呃小佐背后出枪了 萨萨倒了 呃这一波前路正面也接不了了 牛海皮也 侧面也拉回来枪线了 背后再加上 呃 配偶的一个枪线 天路只能交扬一个 怎么牛海皮还是要轻 哎好难 就感觉这位置基本上宣传就不行了 太难打了 对一把手雷 将豪斯哥的分数给k走 吃到了远的枪线往后回拉 打个药 这个位置 k 二级还是很扛压力 不过 牛海皮把自己的目光放在了 原点的配偶身上 是否给到k 二级一个拉人机会 但这个平台还是不好输出 同样的一个问题 想要打回去 然后把这几分拿下 没雷了 有雷再来一颗收了 天霸要来找找机会了 正好在perol的背后出手 刚吃到牛海皮枪线的perol 这波又是背后刀中了 不断的拿手雷去投掷排位置 狮子顶在这个树后 也没什么太多拉扯空间 只剩十字一个了 上面娇阳还是被轻了 配合技还有菠菜在 他考虑到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拿到这个淘汰 就差不多可以走了 不考虑北部的这个混战 先往天里行进 给到perol这个喘息空间 但是小叮当这一分也是被周平言给补掉 牛海皮目前已经拿到了十个淘汰 今天第一局又是一个大分局啊 还得不打 哦 遇了这颗雷 反而有奇效 殷身上有也有雷 这个位置能丢得过去吗 哦远点的翔路给命 大惊 这样打退了 正面 天霸一旦拉起来人 悟空危险啊 我两样KK的出枪 打了一个 天下机也被牛海皮完全淘汰掉了 牛海皮马上会加入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战局之中 他已经在往西边去跑位了 两样KK很危险 两样KK的屁股将会出现牛海皮一对 打准了但是 两边就是稍微的 PK较量一下 哇 这是一个两分的人头 台湾一辈也拿到了 石子贝 打4打3打1 石子贝解决 牛海皮目前拿到了12个淘汰 有内鬼队友给了一枪投 17 东车这边换神找机会去扫了一波 这一波把小鬼给扫了下来 刚看到这边翔路给美佛佛也是在找机会从侧翼拉伸 在盯远点 不知道侧翼来人的佛佛看到了 这一条出手 找到机会先把 17的小北给拔掉 目前实际是陷入两难境地啊 特意被拔翔路gaming的 这个防徐后 后面是可以释放出来了 找机会拉 防徐出不来 这换神这五颗雷简直令人绝望 风风一颗雷又把纪念的素酒给扎倒了 太劣势了 加油过点 看有没有机会 来丢道具 这个台密正好被抓到了 开密侠哈哈哈哈 最后一波这个四大三啊 牛海皮跟小路gaming 风风再拉了一次 完了被拔掉了 看到一个大屏幕有人在跑啊 裂了没了 这个反坡 幻神呢 幻神的雷呢 这一顿狂乎烂战游戏结束了呀 做住了中片最后一把手雷 把人给大层 明明出手 最后一人位置锁定了 哦大金仙 放倒一人 但自己争最后一个了 好 不住吧 这一波人太多了 自己是个私选 好 我们恭喜女孩 今天又是在一个 第一场的成功趋劲 怎么玩 我不理解 什么 26岁 我不理解 艾伦格26岁